刘强东案获给孟晚舟案,添乱受害人富二代钢琴家身份新爆料日开册,中国京东集团总裁与创始人刘强东,涉嫌强奸案,是否走司法庭审程序,即将定义前夕。 刘强东在美国的律师布利斯伯斯爆料强奸案涉嫌受害人发布未经证实信息,而涉案受害人的律师,也爆料受害人是富二代,以及优秀钢琴师身份。 此番不同爆料有何种暗示,或指控引发猜测,据美国中文媒体指引述世界日报消息。 京东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律师布利斯伯斯JB2ISBOIS19日对指控遭留,强暴的受害女子说法提出异议。 她表示,该女学生版本的事件说明,充满了未经证实的信息,而这些消息,很明显是有目的。 女留学生委任律师弗罗林Will Flowing,则提到事件女主角是富二代。 而且是一位有成就的钢琴家CNN19日,报导指出,明尼苏达州亨麦平俊检察官办公室,至今仍在权衡是否起诉刘强东强暴罪。 则刘强东是中国主要的科技产业代表之一。 检察官的决定,将可能为京东集团借地。 COP带来全球性的冲击报道,指布利斯伯斯发出声明表示,因为案子还在调查中,刘强东无法在媒体前,为自己辩护他希望大家等待检察官的定,而不是继续对事件做出片面,极不正确地描述。 他说,当所有相关证据披露时刘强东的清白和整个事件的真实经过,就会水落石出指控刘强东强暴的女学生。 目前就读明尼苏达大学其律师弗楼林说女学生来自中国富裕家庭。 而且他是一位有成就的钢琴家报道,提到如果明州检察官起诉刘强东,将会引发一场混乱的法律斗争。 首先中国与美国没有引渡条约,这可能使当局很难将刘强东带到明州受审。 此外美中关系,正处在微妙时刻。 到时,刘暗是否提控,都可能引来关注与批评目前华府正忙着处理华为孟晚舟的情况。 孟晚舟稍早在加拿大被捕罪名,是其涉嫌帮助中国科技公司,逃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北京当局对此发出激烈抨击孟晚舟上周,以750万人交保华为坚称该公司遵守所有法律规则。 该报道所配照片,为华文报纸页面显示,有指控中共外交不干预迫使受害人安后,立即回到中国的内容。